当不俗的人要了解上师的暗示 当你讲话的时候,他就开始看东看西 他就在暗示你不要讲 这些我都知道 当你讲话的时候,他会看到你 就表示,这个很重要啊,你说啊 我讲一个各位都碰到过的事情 但是我们很难去了解 你从小看到你爸爸 有客人来找他 然后呢,客人告辞的时候 他就说,哎呀,再聊一会儿嘛 难得 就客人真的就坐下来聊了 聊了以后,客人一走,爸爸就骂人 忙得要死 跟我搞这么久 对不对 然后你就知道,哦,爸爸原来是假的 希望人家赶快走,都说,哎,难得啊,就聊聊 但下次不一样呢 下次又说,难得啊,聊聊啊 那个人说,不行不行,我要走 出去,爸爸也骂人了 我今天正好没有事做 他也不陪我聊聊 忙就跟我来啊,忙来个多 奇怪 你听爸爸的话也骂,不听爸爸的话还是骂 所以我们从小就很难去了解事情 其实很容易 你看你爸爸讲话的时候 他的手是向上的还是向下的,就知道 他已经手摆在这里了 哎呀,坐坐,就是要赶你走 因为他自己都要走了,他还留你干嘛 他那个手放进去,就是真的嘛 手心向上,就是他不想站起来 聊嘛,那你就陪他聊 手心向下,就是他要送客嘛 他要走了,那你还不知道 对不对 你能不能下次人家留你的时候 啊,再坐一会儿,难得啊 你问他,你是真的假的 你能不能下次人家 你不能下次人家留你去看嘛 他手心向下呢 你再怎么样,赶快走吧 他手心向上,你就知道 他也不想动,不想动 你还能聊一会儿嘛 那就好了 我们不去就不去 要去就要尊重他 不能说,一切以你自己做主 为了尊重他 去死吧